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還好這個週末沒有颱風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安比颱風 它的結構看起來沒有很好 不過它的環流還蠻健全的 它再晚一點就會通過這個琉球 日本的琉球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這個上海接近 那現在各位可以看得到 其實台灣南邊好多擾洞 一般來說的話應該是有一群雲 先有雲 然後慢慢開始這個冒泡冒得越來越多 然後接下來開始就會有這個低壓 開始這個發展 所以各位可以看 其實過去來說的話 南海有這個不是三層颱風 這是南海的本來是一個大低壓的雲系 然後這個菲律賓東邊有 不是一個 好幾個好幾個都在這個地方 那未來要怎麼走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整個環境 這個第一個是這個 很快的到上海 目前來看的話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直接往這邊走 對上海影響會蠻大的 那另外它會帶動 南海這邊的低壓會北上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六日南部就要注意了 這邊水氣會上來 那後面也還會有 不過現在來看的話 這下禮拜的事情我們在靜觀其變 所以最近其實就是一個颱風的旺季 各位不要聽到颱風就很害怕 因為不是每個颱風都會來台灣的 縱使颱風多也不是每個都會來 多的話當然有時候想說來的機率會比較高 也不一定的 所以這兩天其實禮拜六 南部還是有些午後的雷震雨 北部開始會有一點機會 北部可能是外游環流的雲系 或是本地的發展起來 所以北部禮拜六要注意 可能會有些雨勢 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 大概就要注意南部 特別是下禮拜南部 可能有些水氣北上會帶動一些水氣 它會有一點變化了 所以禮拜五個地天氣其實大致上還不錯 晚上還算蠻舒服的 然後接下來禮拜六 各位可以看一下 東半部是這種屬於這種多雲稻情 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颱風開始會通過 從東半邊上來雲量會比較多 東北部容易有偶震雨 特別是從基隆 新北台北陶珠苗 雲量會比較多偶震雨 南部是屬於多雲的天氣 就不會像午後雷震雨 塞巴喉在這幾天那麼的多 但是接下來禮拜天南風開始上來 就有點小變化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安比颱風影響琉球 然後轉上海 然後週六外流雲系 還有北部有一些短暫性震雨 南海的擾動多 其實菲律賓的東方也很多 最近的擾動真的很多 因為那個地方相對之下 就是非常的多的擾動 很有機會發展成為颱風 日本相對的就很炎熱 所以近期還是有颱風發展 所以各位還是稍微留意一下 還不必過於緊張 我們保持關心注意就可以了